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,你的订阅、点赞、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,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,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。 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的原著和同名电影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力,美国芝加哥曾经举办过一城一书活动,活动期间全城七八十家公立图书馆集体上架同一本书,号召居民一起阅读,讨论本城居民的共同价值观,那本书就是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,同名电影也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认为是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。 从问世之初,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就不仅仅是一部优秀小说,它的意义早已超越文学范畴,社会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,因为它的主题涉及种族问题,这是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。 更重要的是,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反种族歧视,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,描写了人性的多样和多变。 对于这点,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详细说到。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女作家哈珀里,属于文坛典型的一本书作家。 这类作家的特点是,出道就是巅峰,处女作就是代表作,一生中可能只写了一部作品。 比如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,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利·伯朗特,飘的作者马格丽特·米切尔都属于这类作家。 但哈珀里的情况和他们都不太一样。 塞林格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,可他还写了很多短篇和中篇。 艾米利·伯朗特如果不是英年早逝,会写出更多的小说。 马格丽特·米切尔是由于二战不得不中断文学创作,去红十字会做志愿服务,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,让他之后无法再从事写作事业。 哈珀里出生于1926年,出版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时,他才34岁,正值盛年。 2016年,他以90岁高龄辞世。 哈珀里为什么再也没有写出有分量的新作品呢? 要解开这个文坛之谜,让我们首先回到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这部小说的原型地,哈珀里的故乡,美国亚拉巴马州来看看。 亚拉巴马州位于美国东南部,一向偏僻闭塞,民风排外,是美国最贫穷,受教育程度最低,最落后的州。 亚拉巴马州的文学传统同样也比较单薄,历史上一共只出过两个普利策奖获得者,其中之一就是哈珀里。 虽然出生在落后的亚拉巴马州,但哈珀里的家庭经济条件还比较优越。 他的父亲自学通过州律师考试,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,最后当选州议员。 由于家境殷实,哈珀里从小擅长填写纵横字迷。 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,每天阅读家里订阅的《泰晤士报》,这是很多亚拉巴马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。 童年时除了爱看报,哈珀里还爱去法院看审判。 他去法院不是为了见证正义,而是把法庭审判当作道德剧场里的演出。 去电影院看电影还要花钱买票,看真人版的审判是免费的。 这些经历也为哈珀里后来写作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埋下了伏笔。 哈珀里在家乡上的大学,在亚拉巴马大学,哈珀里酷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,经常彻夜不眠地阅读英国作家迪更斯和萨克雷的经典作品。 大学第二年,哈珀里被选中参加牛津大学一个国际教育交流项目。 对于一个从亚拉巴马州出来的乡下人,英国就是文明的摇篮。 他在英国最高光的时刻是,在某个酒店大堂偶遇过丘吉尔。 大学毕业后,哈珀里去纽约闯荡,在一个航空公司卖机票,业余写一些短篇小说。 1956年,哈珀里遇到了一生中的贵人,文学经纪人克雷恩。 克雷恩看了哈珀里的五篇短篇小说后,鼓励他把内容整合,写成一个长篇小说。 1956年12月的圣诞节,哈珀里在克雷恩家里过圣诞。 在圣诞树上,他收到了克雷恩送他的圣诞礼物,一个信封。 信封里是一张数额可观的支票,还附上了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,你可以给自己放一年假,去写你想写的任何东西。 回过头来看,这堪称是美国文学史上最珍贵的一件礼物。 多年以后,哈珀里接受记者采访时,谈起了当年克雷恩对自己的慷慨之举。 他这样表达了对克雷恩的感激之情。 他想用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表达对我的认可。 无论我之前写过什么,是否受读者欢迎,都无所谓。 他只想给我一个充分的,公平的机会来施展我的能力。 不用受每天工作的干扰,他想让我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才华。 收到这份礼物后,哈珀里立即辞去工作,开始着手在原来那些短篇小说的基础上构思长篇。 他买了三条短裤,准备穿一整年,因为他觉得自己勤奋写作时连门都不会出。 结果,短短两个月,他就写完了这部小说。 接下来,我们正式进入杀死一只只羹鸟的故事。 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,是一个叫斯库特的小姑娘。 全书有两部分组成,第一部分交代了这部小说发生的时间和背景。 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,压拉巴马州一个叫梅科姆的小镇。 这部分情节主要围绕一个名叫拉德利的惯人展开。 书里铺陈了各种关于他的传说,以及斯库特和哥哥杰姆对拉德利的种种猎奇心理和探险行为。 第二部分是小说的高潮部分,讲述了斯库特的父亲阿提克斯这位白人律师,为无辜黑人汤姆辩护,最后虽然败诉,却留下正义的故事。 斯库特是个小姑娘,性格却像个假小子,天性顽皮好动。 他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,和律师父亲阿提克斯,哥哥杰姆以及一个黑人厨娘一起生活。 梅科姆是个单调乏味的小镇,但越是单调乏味的小镇,越会发生一些戏剧性事件。 斯库特和杰姆发现,小镇上有个叫拉德利的怪人。 在邻居口中,拉德利当年是个干过各种邪恶勾当的小混混,最后家人把他囚禁起来,整天闭门不出。 传言越邪乎,越是勾起了这对兄妹的好奇心。 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窥探拉德利的生活,甚至想把他引出来一堵真容。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小事,让孩子们逐渐改变了对拉德利的印象。 斯库特在放学路上经过拉德利家附近的橡树洞时,在洞里发现了口香糖、小奖牌、怀表这样的小礼物。 一个夜里,镇上湿火,斯库特和杰姆观看旧火,回家后却发现身上多了一条保暖的毛毯。 最惊险的一次是,杰姆半夜想偷窥拉德利,却被拉德利的哥哥当成小偷进院子,朝天开枪示警。 杰姆吓得夺路而逃,仓皇之中,他的裤子被铁丝网挂住。 等到后来再去案发现场取裤子时,却发现裤子整整齐齐叠放在那里,被撕烂的地方也被缝补过。 斯库特和杰姆隐隐觉得,这些善良的举动都是拉德利所为。 小说前半部分,除了怪人拉德利之外,作者还通过斯库特和杰姆这两个孩子的视角,刻画了美国南方贫困白人家庭,尤其是坎宁安家族和鲍伯·厄尤尔一家。 和美国东部的清教徒移民不同,包括亚拉巴马州在内的南部各州,最早的移民一般来自英国农村地区,他们的职业技能和食字率都很低,这些人移民每周后大多从事农业。 坎宁安家族就是贫苦的白人电农,他们没有大片的土地,出身也不高贵,黑人不想和他们打交道,因为他们是白人,而在有钱白人眼里,他们和黑人没什么区别,没钱交税,无悬俱全。 不过,坎宁安家族虽然穷,但穷得有志气,从不白拿别人的东西。 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,一旦你赢得了他们的尊重,为你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。 而鲍勃、鄂尤尔则是白人中的恶棍,任凭孩子在家里饿得哇哇大叫,把自己的救济金拿去换廉价威士忌酒。 这种人往往是某些极端组织的主要成员,白天以贫困慵懒的面目识人,晚上则秘密出动,打打杀杀,搞一些神秘仪式,烂食私刑。 马耶拉是鲍勃厄尤尔的女儿,自幼生活在贫困无知,缺少温情的家庭环境中。 她虽然是白人少女,却是极度贫困和封闭的受害者。 看到黑人青年汤姆时,情欲的冲动让她主动引诱并亲吻了汤姆。 这些行为发生之前,她没有想到当时的社会法则,但是过后,她被这些法则击垮。 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,想要销毁自己犯错的证据。 可她不明白,自己这种行为的后果,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。 鲍勃厄尤尔无法容忍女儿和黑人油染,就诬陷汤姆有强奸罪,把无辜的汤姆告上法庭。 这时,斯库特的父亲,律师阿提克斯挺身而出,冒着自己家成为白人居民泄愤对象的风险,主动为汤姆辩护。 当斯库特问父亲为什么替黑人出头时,阿提克斯给出了下面这段广为人知的经典回答。 怎么说呢,我现在只能告诉你,等你和节目长大后,也许你们回首这件往事的时候,会心怀同情和理解,会明白我没让你们失望。 这个案子,汤姆的案子,触及了一个人良心的最深处。 斯库特,如果我不去努力帮助那个人,就再也没有脸面进教堂敬拜上帝了。 斯库特反驳他说,可是镇子上大多数人好像都认为他们是对的,你是错的。 阿提克斯淡淡地回应道,但是,我在接受他人之前,首先要接受自己。 有一种东西,不能遵循从众原则,那就是人的良心。 这段对话堪称文学史上最精彩的道德教育,作者用并不深奥的语言,对小说做了破题式的诠释。 在法庭上,阿提克斯用逻辑严密,正义凛然的辩护词,让鲍博扼尤尔的阴谋暴露在公众面前。 但是,正义没能战胜邪恶,陪审团依然判决汤姆有罪。 因为在当时的法庭上,只要对立双方是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,白人永远胜诉。 在小说最后,绝望的汤姆企图从监狱逃跑时被乱枪打死,为这个案件画上了悲惨的句号。 恶棍鲍博扼尤尔虽然在法庭胜诉,但他在交叉空变环节被阿提克斯质问的哑口无言,颜面尽失。 恼羞成怒之下,鲍博扼尤尔准备残害斯库特和杰姆泄分。 这时,怪人拉德利先生,不惜舍命救下两兄妹,并在搏斗中失手杀死了鲍博扼尤尔。 这时的拉德利已经不是传言中那个耸人听闻的疯子。 相反,他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,像一直默默守护着斯库特和杰姆的天使。 当劫后余生的斯库特抓起拉德利的手时,他发现,这手那么苍白,却出人意料的温暖。 小说的主要情节已经介绍完了,下面我们来谈谈这部小说的人物刻画和织羹鸟的寓意。 我们知道,这部小说以小女孩斯库特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。 选择儿童作为叙述者的最大优点是,成年人和孩子在阅读小说时都没有障碍,各自都能找到理解内容的切入点。 在人物刻画上,阿提克斯无疑是主角,让孩子仰视的道德典范。 他是个神枪手,曾经当街射杀一条疯狗,赢得了小镇居民赞誉。 当斯库特和杰姆缠着阿提克斯要弃枪作为礼物时,阿提克斯满足了孩子的要求。 同时他对孩子们说, 我宁愿你们在后院设一拉罐,不过我知道,你们肯定会去打鸟。 你们设多少蓝松鸭都没事,只要你们能打得着。 但是,记住一点,杀死一只枝羹鸟是犯罪。 这是因为,枝羹鸟什么坏事也不做,只是哼唱美妙的音乐供人们欣赏。 他们不吃人们在院子里种的花果蔬菜,也不在骨仓里筑巢作窝,只是为人们尽情歌唱。 对于小说标题中的枝羹鸟,读者通常认为它指的是黑人汤姆。 其实,小说中还有另一只枝羹鸟,那就是怪人拉德利。 哈魄里在拉德利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和笔墨,它的形象比黑人汤姆更加立体和丰满。 哈魄里没有直接描写怪人拉德利的外在形象,他使用先亿后阳的笔法。 在小说一开始,借小镇居民之口把拉德利妖魔化,让一个神秘危险,奸诈猥琐的变态中年男形象悦然至上。 但随着情节的发展,拉德利的形象逐渐丰满立体起来。 他把自己珍藏的童年小玩意儿送给杰姆和斯库特,笨拙地为杰姆缝好裤子。 危险来临时,拉德利更是爆发出了巨大力量。 至于拉德利闭门不出,隐居在家,这也是哈魄里精心设计的一种虚写笔法,有浓厚的象征意味。 年少时,拉德利也许曾经误入歧途,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民风保守压抑的美国男方。 对于青少年来说,所谓的误入歧途,无外乎就是到河边的赌场看看热闹,参加男女露营晚会和品尝私酿的威士忌而已。 当法官要把拉德利送到州里的工读学校去时,他的父亲把他强制关在家里。 父亲去世后,邻居们普遍认为拉德利总算可以走出家门了,拉德利却依旧选择隐居家中。 哈魄里通过这个象征性的桥段,显示出他对南方穷人和弱者的深刻理解。 哈魄里深知,隐藏是穷人和弱者仅有的权利,隐私是他们仅有的财产。 他们不想失去这唯一的权利和财产,外人最好也不要轻易去打扰他们。 有些文学评论家认为,杀死一只只羹鸟是一部真人真事小说。 主人公斯库特原型是哈魄里本人,哈魄里的父亲就是阿提克斯的原型。 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,从自身经历和成长环境汲取材料和养分,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。 但是,文学创作并不等同于新闻写作,每一部文学作品,无论是完全虚构还是有生活原型,都是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,通过复杂艺术手段变形加工后的重现。 小说中的斯库特确实有哈魄里童年的影子。 哈魄里小时候也是个假小子,从不化妆,和男孩一起踢足球,甚至抽烟说脏话,反抗人们施加在男方女性身上的那种优雅期望,让周围的邻居被置侧目。 但阿提克斯和哈魄里的父亲差异就大了。 在小说中,阿提克斯被树立成道德楷模,一个为无辜黑人辩护,勇于反抗种族主义暴徒的律师,一个女儿心目中完美的父亲。 但现实中,哈魄里的父亲是个在道德上较为平庸的普通白人,参加过当地白人公民委员会。 这个委员会是个不太极端的白人至上组织。 身为律师,哈魄里的父亲也只是处理过离婚、遗嘱、房产交易等琐碎的民事案件,并没有参与过小说里那种激动人心,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案件。 我们再说说种族问题。 在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中,种族问题无疑是弥漫在整部小说中挥之不去的黑暗机制。 但是,种族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于种族歧视。 假如简单地把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解读成一部基于美国南方背景,反抗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小说,未免有些简单粗帅。 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只有单一维读,都拒绝贴标签式的归类。 无论是坎尼安家族还是鄂尤尔一家,这些穷困南方白人的内心都被一种委屈的情绪驱动,觉得自己遭遇挫败,受到压抑。 他们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,我们并不贫困,我们只是没有钱。 他们的性格通常怪异消极,好像在南北战争中受到致命伤害,一直没有恢复过来,永远把自己禁锢在出生地,与世界隔绝。 这种压抑委屈的情绪在经济萧条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,进而转化成对南方白人妇女一种极端的保护心理。 这种从心理上对南方白人女性进行理想化,实质上是白人男性潜意识中的一种自我保护和补偿心理。 可贵的是,哈魄里通过慢悠悠的散漫文风,把这种复杂而微妙的集体心理表现出来,再顺理成章地把小说情节推向高潮。 回过头来看,作者这种看似笨拙的稚嫩手法,反而能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启迪和感受。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,哈魄里对种族问题的认识当然远比外人更深刻和复杂。 哈魄里一再强调,他的小说不仅仅是反种族歧视,而是有更为丰富的内涵,描写的是人性的多样和多变。 他想让世人相信,南方也有品德高尚的白人男性。 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时,他们敢于做发生的人。 当大多数人袖手旁观时,他们会采取行动,说出真理,按照道德行事。 也许会让人们无法获得利益,但从长远看,做正确的事,最终将获得胜利。 真正的英雄,有时并不是政治家,而是身负使命的普通人。 有学者曾把美国南方白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分成三类。 真正绝对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,心怀平等的非种族主义者,和非我族类的无视者。 在哈魄里的心目中,大多数南方白人都处于中间区域,是沉默的大多数。 这些南方白人自认为,跟北方白人相比,他们更加理解黑人。 小说中曾借着一位人物之口说道, 北方老是天生的伪君子,他们给了黑人自由,可是也没见北方老跟黑人同桌进餐。 我们南方人至少不会假惺惺地说黑人和白人是一样的人,不过,还是请黑人离我们远远的。 在我们南方,我们只会说,黑人过黑人的日子,白人过白人的日子,大家彼此不相干。 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,每个美国人,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,南方人还是北方人,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 哈魄里的人生以为小说文本提供了微妙的注解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黑人民权运动高涨,而哈魄里出奇地保持沉默。 当时他已经是名人了,他说的话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力,但他并没有为黑人民权运动发声。 记者问他,如何看待公交车上种族隔离乘坐区域被废除? 哈魄里回答, 哈魄里认为,无论正义平等、公正等价值观多么美好,对一位作家来说,最重要的是在叙事中追求事实,对事实保持绝对忠诚。 事实不等于真实,事实高于真实,因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,而真实是主观理解。 正如美国作家加里森·凯勒曾说的,任何事情发生15分钟后,就没有两个人能对事实的真实性达成一致,如果没有虚构的真相,就不会有任何真相。 说了这么多,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那个问题,为什么杀死一只只羹鸟之后,哈魄里再也没有新作品问世呢? 答案或许是美国过度商业化的文学产业。 杀死一只只羹鸟大获成功,扼杀了哈魄里后来的创作。 杀死一只只羹鸟刚出版那几年,每年都能卖出100万册,版税,翻译版税和电影版税,让哈魄里的税后年收入高达70万美元。 杀死一只只羹鸟越火,给哈魄里造成的心理压力就越大,对他的文学创作打击就越惨。 杀死一只只羹鸟出版后的一年里,哈魄里写的最多的东西就是给读者回信。 每家书店都想请他去签售,他当年的同学、老师、邻居,甚至房东都想自己被他写进下一部小说里。 哈魄里整个余生都在应付这些要求,那些几乎完全不认识他的人都在冒充他的知己,接受媒体采访。 在杀死一只只羹鸟出版一周年之际,他的文坛伯勒·克雷恩鼓励他,尽快创作出第二部小说。 哈魄里也在竭尽全力地这么做,但第二部小说显然比第一部小说更难,他最缺乏的就是安静,时间太少,干扰太多。 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,我预感自己会成为另一个赛林格,整个下辈子都将画在和别人用餐聊天参加鸡尾酒会上面,参加一些图书派对,在那里书籍只是装饰品,酒精才是用来传阅的。 美国南方有句名言,一位老人去世,如同一座图书馆稍微灰烬。 2016年,哈魄里的谢氏,却为人类文学宝库留下了一部经典文学作品。 杀死一只只羹鸟这部小说中,虽然人物并不众多,核心情节也不复杂,但小说背后展现的人性却是多面和多维度的。 小女孩斯库特在小说中扮演提问官的角色,把一个一个道德问题抛给父亲。 阿蒂克斯的回答堪称道德真言,再加上哈魄里引人入胜的叙述,让这部小说像八爪鱼一样,牢牢地抓住了道德的各个层面,比如谨慎、胆怯、恐惧,对一己者的宽容,具备道德勇气的必要性的。 哈魄里通过杀死一只只羹鸟向我们揭示了,平等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稀缺品,肤色、财产、家庭出身等各种因素都让平等很难轻易实现。 在实现人类终极平等之前,面对各种差异和不同,我们不必伤害任何人,他们只是和我们不一样罢了,就像不要杀死一只只羹鸟一样。 到这里,杀死一只只羹鸟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,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的知识要点。 第一,杀死一只只羹鸟是一部透过儿童视角展开情节的道德小说,它分成两个层面,道德教育和道德谴责。 道德教育主要在主人公阿提克斯对自己孩子之间展开,道德谴责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。 第二,杀死一只只羹鸟标题中,只羹鸟的意象通过两个小说人物体现,一个是怪人拉德利,一个是黑人汤姆,两个人都心地善良,与人无害,但都遭遇不公。 拉德利被小镇居民妖魔化,被无情的现实囚禁,而黑人汤姆被白人恶棍,恶尤尔诬陷,被剥夺了生命。 第三,在美国文学中,杀死一只只羹鸟是一部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著作,因为它触及的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,不是简单的种族歧视所能涵盖的,涉及种族、文化、经济等多种因素。 但种族问题不应该成为人们互相伤害的理由,多元并存、兼容并包应该成为不同种族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相处之道。